今使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教化一切众生的理论 方法 这些东西 可是在当时呢 释迦牟尼佛没有写成教材 在古时候大概都差不多 像中国孔子 只是淫于教导 没有这个括本 连个大纲也没有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他奖金教学49年 每一天没间断 过世之后 学生们 从记忆当中 把老师所教的 用文字记录下来 流传给后世 这是佛教经典的来由 经典就是当年 他教学的这个讲义 我们现在用讲义 大家好懂 分量非常之大 集结是个艰巨的工作 由阿南尊哲 副讲 阿南是 弟子们 也就是同学当中 记忆力最好的 他一个他的特长 他记忆好 几乎听一遍 永远不会忘记 有这种能力 理解力很强 所以就大家攻推他来 佛教 把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 重复说一遍 有五百个同学 这同学都证阿罗汉苦 阿罗汉菩萨 他们在下面听课 给他做证明 他讲的没错 如果有一个人说 阿南这句话讲的 好像佛没说过 那这一句就都删掉了 就不能够流通 所以这样的严格 主要的目的是 取信于后世 不是多数人通过 一个人都有意见 就不能够记录下来 所以这经典是经过 严格审查的 换句话说 句句话的 都是释迦牟尼佛 亲口所说的 这经典的外有 啊 啊 感谢观看